小口 肚子都喜歡 小口是這樣子 喧花的喧 就是小口 對不對 大口就是我們講的公園的園 國家的火 國家的火還有大口小口 那肚子我最喜歡用哪一個 肚子我最喜歡用這一個 肚子不能超過三個頭 肚子不能超過三個頭 肚子三個字加起來超過三個頭 屬兔的 比如說品仙用這個仙 品仙用這個仙 比如說王品仙 肚子加起來有四個大口 這個字我們不看 肚子加起來四個口 這種人叫做怎樣 這種人會很狡猾 為什麼 腳、肚都已經三股了 它四個肚不是那個狡猾 那天懂嗎 所以肚子 肚子你可以一個口兩個口 三個口都可以 四個口就不行 但是如果是這樣子 它是寶蓋 它是寶蓋就不能入口 所以它還是三個口 這樣聽懂嗎 它只是真的可以住 但是不代表口 這樣聽懂嗎 它還是三個口 所以品仙這樣 王品仙 哇這兩個字 肺黑他媽 兔子腳、兔子三肚又可以住 又有草都也可以吃 可是那如果說王品仙改成田嗎 田 田算幾個口 我跟你講田 這個不知道哪有問過 田的話 它基本上 兔子下田可不可以吃 可以吃 所以這個小口的話 這個只是 隱色有口 它不是真口 它還是論田 田就是田 這裡隱色有口 所以說 品田 如果是品田的話 它基本上是 角度三股 小有狡猾 而且它不是真的狡猾 這樣聽懂嗎 它只是隱色有這麼多口 它畢竟三個口 還是陰這裡 這種人就是怎樣 心機比較重一點 但還入不到狡猾 這樣聽懂嗎 所以田直接就是一個田 它的警示就是一個田 它四個小口只是隱色有口 在裡面 好 那這個 這個都有寶蓋 也可以用的 瓶 還有狗 這個有孔子 那這個寶蓋 這個 那兔子呢 用這個口 代表有洞可以鑽 如果論事業 表示它事業可以做得很好 論錢財 有錢可以鑽 論成績關係怎樣 人家有洞給他住 所以在人際關係上 人家都對他很好 有洞給他住 很好 路感情呢 有洞可以住 感情人家都呵護他 感情生活過得很好 是這樣子 好 洗小不洗大 所以說有小的又牙 這個都是小的 不只可以的 如果說 好 肚子 屬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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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用一個 這樣子三好 三好 屬肚子 就是這個 尿好 尿好 屬肚子 這個都是可以用的 如果論事業的話 肚子喜歡小 所以事業上的話 可以做得很 蹭直 為什麼叫蹭直 肚子 就是小 就是他的職位 就這樣子 所以他在事業上可以做得很 很蹭直 蹭直 類似這樣 那大的話 就是越拳 越拳 肚子遇到大就比較不好 那至於有條件稱王 這個怎麼路 我們後面會講 我們後面會講 還有再後面幾頁會有那個 十二生肖 有四個生肖 永遠有資格稱大稱王 就是屬 老鼠 龍 五根 馬 永遠不夠有稱王的 就是豬牛羊 那其他有五個生肖 有條件可以稱王 這個我們不用自己 後面講義很清楚 會講 而且會用專篇來講 所以什麼時候可以 兔子可以用大 如果這個人他是有一個屁 屬兔的 這個罐現在能不能用 他用皮這個罐就能用 兔子遇到三個頭 腳兔三骨 身格 他都能用罐 冠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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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貧就不可以 對 他先身格才能用 沒有身格不能用 這個要有條件 所以不是說 兔子不能用罐 兔子什麼時候用罐 我這個 他會因為 如果這個是信 這個是信 這個是信 他會因為人際關係貴人的幫忙 或者是本家娘家的出力 或者是兄弟姐妹的幫忙 讓他失業前財 很不錯 所以他的這個失業前財是誰來的 不是他自己的 這樣你懂嗎 是因為這一個字來的 所以他能稱我是人家 把他貢上的 誰啊 貴人 男性朋友 女性朋友 本家 娘家 兄弟 姐妹 給你 老師 那如果叫余敏冠的話 會超強的 余敏冠的話 對 像你講的余敏冠 他就有五個口 這種人就是怎樣 對 心機狡猾 這種的就會耍心機 他對任何人都會耍心機 來集集營餘與失業前財 所以這種人 他賺的錢是他的錢 你跟他一起賺的錢 你也是他的錢 所以這個人都是靠別人的肩膀 往上的 所以這個罐要看這裡 諸子能不能用這個罐就是看這裡 所以這個有條件 有條件深可能我們後面會解 但是如果他沒有那個條件 就沒辦法成王 這個後面會講 這個不急 我們會一步一步的講 那他如果叫王品冠的話 上面是破 下面變成就可以 因為他品質在中間 他上面是破 真的要王品冠的話 是根本的 長輩幫不了他 他還是靠這個而成王的 好 兔子是小生肖不喜抬頭 像這個抬頭的話 好管錢是犯小人 是招忌 招忌會 所以兔子不喜歡有這個人 但是這個的話 兔子雖然抬頭他還是兩個水 是可以用的 所以這個兔子我會用這個留意 表示說這個人雖然叫雞婆蝶 但是這個人人家雖然很臭 對他不錯 若是第二個字 因為水還是什麼 命 兔子的命 那兔子腳如果有交叉 兔子可以這樣 因為兔子喜歡蹦蹦跳跳 才能尋找食物 所以兔子如果把這個拆成陰陽變的話 把它拆成陰陽變的話 屬兔的 表示 他跟男性朋友在一起 常常會怎樣 得罪人 因為他想要成長大 抬頭 所以算小人 女性朋友讓他交叉 可以去跳跳吃什麼 吃草 吃東西 所以把這個女性朋友跟他比較好 這樣子 取搖掛的搖就會很好 因為上兩個叉叉嗎 不太很會 會跟人家取不起來 但是還是會有 但是搖還是會有 對兩個腳 兩個咬是可以的 好 喜歡拚彩衣 兔子拚彩衣 也有樂趣意義喔 他只是比較光鮮亮意 沒有熱能幫助 比如說我們來講 我們用這個財 好 輸入 事業 叫光鮮亮意嘛 所以這叫事業這才財業 人家看起來他的事業怎麼樣 好像做得很大 好像賺很多錢 好像而已 不代表一定是 所以說遇到彩衣的副手 都只是表像而已 表像 表像很不錯 那實體像 試一下 兔子遇到彩衣 他表像好像賺很多錢 但事實上他能不能賺很多錢 是真是假 看第二個字跟第二個字 第一個字沒有破 第二個字又忘 表像賺很多錢 事實上真的賺很多錢 那兩個字 只要其中有一個破 他都只是表像 比如說這一個忘 這一個破 表示說 這有錢是表像而已 他真的有錢 就會被他按理所持掉 被他按理所持掉 所以這個表像會成為 真的是有那些錢 兩個第一個字跟第二個字 都要至少可用以上 這樣變得懂吧 一兩邊都要看喔 所以兔子拼彩衣 只是一個表面上而已 但是表面上光纖亮 到底真的有還是有沒有 要看第一個字跟第二個字 哇 哇 哇 沒什麼破 小破還好 小破一點點還好 沒什麼破都要表示他這個 P彩衣就是有力道的彩衣 有力道的彩衣 好 那這是兔子的前面的現象 我們再來看下一頁 這彩衣應該都 都在複習前面講的的時候 下一個彩衣 應該知道了 好 好 兔子喜歡晚上 就喜歡日 因為兔子本身有講隱藏 月亮隱藏兔子嘛 對不對 所以月亮隱藏兔子 兔子都有月的意思了 所以他根本不喜歡日 他遇到日交之月防備 日防備就是不穩定 比如說 複渡的 複渡的只要有日之邊 日不管是在哪裡 比如說我們的鮮花的鮮 這裡有個字之邊 或者是這個 日 讀書的書 有個日 這個有日的 不管是在陰邊陽邊 陰邊陽邊 或者是木曳陽 這是在陰邊 這是不陰不陽 這是在陰邊 兔子只要遇到日 都是日月防備 防備的意思就是不穩定 防防夫 所以說 論人機關期不穩定 論事業牽採不穩定 論感情就是不穩定 比較容易有過的現象 所以兔子他喜歡的是 他本身就有隱藏在月裡面 所以他喜歡月 喜歡細 不喜歡日 夜視可休息 而且夜裡面有隱藏的兔子 所以是可以的 日的話 日月防備有危機不穩定 對不對 剛剛要講不穩定 上邊 防防夫婦 老師我問你 就是讀書的書 因為兔子是不能夠遇到太陽 因為日月防備 但是像書 它本身就是日在陰邊 就是日月防備 這兩種日月防備 有什麼樣的區別 在陽邊的日月防備 比較不穩定而已 在陰邊的日月防備 就是有危機的 很多財務就是以來財有危機 會破財 財務不見光 感情破掉 這樣聽懂嗎 日道當然是不一樣 因為太陽 這個叫日月防備 是因為它是日月亮 它是太陽 所以叫日月防備 太陽還在陽邊 所以不穩定 但是沒有破掉 對不對 那這個太陽跑到陰邊 叫做日月防備 因為它遇到初止 就已經日月防備了 太陽在陰邊 又防備一次 它就大胸啊 破掉了 那日跟光源還是有點差別 日本來就是太陽 光還不見得代表太陽 像這個光源代表太陽 沒有 所以光的地道就比較輕 比較危機而已 那智就比較嚴重 智就比較嚴重 所以兔子遇到光 只是危機而已 不穩定 兔子遇到日 就是日月防備 很一樣 好 月就是這裡有月 那為什麼兔遇到月底呢 因為月亮長有了兔子 所以他入比方 只是比方的力道 他隱藏 所以比方的力道只有50% 會有這樣聽到的話 兔子不喜歡遇到人 遇到蛇 危機 在大自然界 兔子遇到蛇怎樣 怎樣 沒錯 他遇到人也被宰來吃啊 所以他就有犧牲的味道 所以說遇到人的話要注意犧牲 有危機才叫犧牲 遇到牛年的話那一點 要不要注意 那我們同學有在錄說牛年要錄 沒關係 我們後面有很多時間會叫各位錄牛年 錄牛年有單名子比對牛年 單名子比對牛年 這個名子來比對牛年 單這樣子來比對牛年 也有把自己的生肖拿來 跟這個生肖來比對牛年 所以不一樣 那個法不一樣 那後面我們會來講 會論的比較多 那這個牛年會論 因為牛年就一定會論 所以後面會加入有兩個問題 好 所以兔子不喜歡遇到人 不喜歡遇到蛇 這都是不行的 有危機 有犧牲的現象 那人字 這個叫兩個人 雙人 二人 所以這個更嚴重兩個人 一個人 一個人 這個都很嚴重 雙人 這單人 單人 蛇 這裡有蛇 蛇 這裡有蛇 好 這個是百分之百的蛇 百分之百的蛇 這都代表蛇 代表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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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也代表蛇 這個蟲呢 隱藏蛇 它不是真的 笨的蛇 它藏蟲 這隱藏蛇 百分之五十個蛇 這個呢 百分之五十個蛇 這個是隱色蛇 百分之二十 這一條呢 也是蛇 那這是隱藏 這是隱色 兩地道都不一樣 可是我們剛剛鳳是 它是代表蛇 這邊又隱藏蛇 沒有 這是雞 這裡是一條蛇 蛇 對 這整個論跡 整個論跡 所以鳳的話 這個鳳整個論跡是 來 我再論給各位看 它整個論跡是這樣子論的 鼠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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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有衝 所以毛有衝 然後我們再來分陰陽邊 陰陽邊 這是陽邊 這是陰陽邊 這一盒我們就不論 來 這個人 好 我來用那個 失業前採 或者是人際關係都可以 好 先用人際關係 這個人的人際關係是怎樣 小人一大堆 而且他是被小人來癡能 這是他 這是小人 所以他這個人 常常被小人設計 對不對 小人來設計他 常常被小人設計 而這個小人呢 再把他分成陰陽邊 分成陰陽邊 他被小人設計 這個是被吃得死死的 因為陰編又來 毛有衝也是 被 他被小人設計 那小人的男女性的小人 把他吃得死死的 但是吃得死死的 他甘不甘心還不知道啊 這一個呢 是怎樣 這一個是 這一個是 他被小人吃的 這個人他會被小人設計 他這個人會被小人設計 遇到男性的男性的朋友是 他明明被設計他心甘情願 為什麼他付出 這樣聽懂嗎 這個人 我們第二個字 這是縫 這是第一個字 縫是第二個字 縫是第二個字 這是第三個字 那第二個字代表 平背 他會被 他要被小人設計 因為我們毛有衝是有來衝 他會被小人設計 而小人設計分成男性小人跟女性感 他被小人設計 他被小人設計 他明知道被設計 明知道被設計 但是他心甘情願 他是付出的 牧生母的 蛇馬 對不對 這種是被小人設計 被女性的設計 被吃得死死的 被吃的都是刻他刻他 他被女性的小人設計 被設計 吃得死死的 這一種呢 他不見證的被吃得死死的 是他自己願意被設計 願意犧牲的 兩種目標不一樣 這一種的是他主動 牧來生活 所以說這個人要注意容易被小人設計 對於男性的朋友 他是被設計都吸引了 而且甚至於主動 不是主動來 就是知道會被設計 他也感知主義 這一種的是 他不去干擾人家 人家還有主動來主義他 這樣聽懂嗎 兩種目標還是有差別 所以哪一種比較危險 也對是一種其中一種 這一種很明顯 兩種目標